蔡英文访美的时候 她就混到中国游行队伍那边 去问他们你们在哪里拿钱 很多人就说我们没有拿钱 有可能他们真的没有拿钱 我觉得这反而反映了最真实的 这种海外粉红海外战狼的真实的心境 他们就不需要钱 它就真的是在绵延这么200多年的 这种自卑和自尊的交织 留学回来真的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吗 我又举一个例好了 一个详细的例子 也是当时我带过的一个小朋友 这个很厉害 她在国外读完本科读完硕士 回来竟然成了毛粉 我真的成了一个忠实的毛粉 她在国外学了六年的文科 回来之后她脑子里的观念竟然是 以前我们中国官方教材的加强版 而且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大使馆 组织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就是奉旨抗议 到了国外去奉旨抗议 这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 真的是我亲戚 他在欧洲留学过几年 他跟我讲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们学校经常有这种类似于学生会 这种学生自制的组织 组织他们去游行 去游行什么呢 比如最近他们的领导人又见了谁 比如跟打来打妈视好了 他们就马上去街上游行好多天 然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我这个亲戚的孩子 他算是有思考能力的那种人 一开始去几次呢 觉得热血沸腾 后来呢 渐渐的呢 就感觉不对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他们每次 就是比如在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门外就会有一些西藏流亡者 或者是这种维吾尔族的流亡者 他们就会在外面抗议 然后我这个亲戚的孩子呢 就会被组织到当地去 对着这些喇嘛呀 对着这些西藏人新疆人 在对着他们抗议 然后我打了口号啊 就是那个外交部的口号 然后呢 他后来就发现 他们虽然一个个喊口号 可能喊得气势汹汹 但是对面啊 他发现对面那些 那些西藏流亡者 那些维吾尔流亡者 对他们却很友好 他们好像特别融入当地的文化 就是他们永远知道这个 示威的界限在哪 而且就是示威管示威 然后还在那发水 就问还问他们 你们需不需要水口渴了 然后呢就搞得 我们那个亲戚的孩子 他们很不好意思 在想哎呦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为什么就是 同样是利用言论自由 那为什么人家看起来 就比我们文明多了 他后来又发现啊 就是他发现这种 就是被组织去 进行奉旨抗议的 这些中国游学生 只有他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 就大一 大二的很少的 主要是大一 高年级的学生 基本上不敢进去 然后再后来 他又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他就发现 每次组织他们去抗议的 那个人啊 他们说那个头 那个头总体学生说 上面说什么 上面说什么 然后后来啊 他去问他的学姐才知道 又是那个人 那个每次都在组织 他们的那个 所有的老大 那些学生告诉他 这个人 他只是在这假读书而已 他只是在这冒充学生 或者说 当然了 那个学校呢 也有这个默契 就学校呢 也知道他是这个身份 但是学校呢 也没有这个资格去赶他走 因为他就一直不毕业嘛 我就不教毕业论文 他已经读了七年了 七年一直都没有毕业 然后就一直利用 这个学生的身份 再组织学生去抗议 而且这个学姐告诉他 就是这个人 他是从大使馆 会领工资的人 而且他好像每年 每一年还是每两年 要回中国去报告 从此以后他也不去了 然后呢 韩瑞就是他又发现 他作为同学 就是 就是为什么 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度 他还是意识不到 民主制度的区别呢 而且 就是他们只觉得 哎呀 我今天要出去玩 怎么这些什么 想坐火车 坐捷运出去玩 哎 怎么今天这么 什么地铁工人 又在罢工了 每天那个火车的工人 又在罢工了 他们就觉得 哎呀 这个资本主义效率好 第一呀 活该那个 活该发展不起来 你看还是我们国家强大吧 所以呢 就这样呢 他们就在国外 他们还是觉得 哇 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骄傲 哪怕他诚信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他还是 看不到这个哪里好 还有 嗯 我以前啊 不是我的部门 是别的部门 招的 就是一个 招的一个流血回来的销售 那个小孩 哇 也是让我印象深刻 真的 就是 我刚才讲了嘛 首先能力非常差 而且只会吹牛 他特别喜欢跟我们讲 他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干的那些扬眉吐气 挺直腰板的事 这什么事呢 我听了真的是大跌眼镜 他就说 他们在那个学校啊 嗯 他们留学生之间 最喜欢干的什么事 就是如果你想在留学生里面 当老大的话 你必须有一项本事 什么本事 就会喝酒 谁最会喝酒 谁就可以成为老大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中国留学生 他们融入不了 那个当地的社会 也融入不了那些白人学生 甚至黑人觉得 他们融入不去 就是 然后呢 他们也觉得 大家肯定歧视他们 然后他们觉得 我们中国这么强大 凭什么歧视我们 然后他们就反歧视回去 就这种 自我安慰嘛 然后 这也就算了 他还很懂得怎么样 减软视子捏 就他们经常在 学校外面 喝酒 然后呢 每次喝醉的时候 他就会趁着酒欲 去挑衅那些白人 比如走在街上 就挑衅白人 给人家束中指啊 什么的 啊 什么的 然后 那些白人呢 就 当然就 就看他们就像 就像看那些 看难民一样 就是 你不文明的人 那个野蛮的人 不跟你计较嘛 白人呢 就看他们又绕着走 然后呢 他们竟然就有一种 得胜的喜悦 就觉得 啊 那些白人 你看 被我们吓到了 把被我们的气势吓到了 然后 这也就算了 然后他们看到 黑人什么反应呢 他说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 因为黑人 人家就不怕你们 黑人 就是 同样 种族又是啊 看什么 看什么不习惯 就会打回去 然后他们在街上 看见黑人呢 就马上会去 嗨 Bro 然后去 去拗人家 然后黑人虽然就是 黑人也会人来疯嘛 就是啊 Bro 怎么样 然后他又觉得 他就觉得 你看 我们还是能交到朋友 对吧 那个白人也怕我们 哇 我的天 我 我当时 知道 我下巴都要下掉了 他们 就是他们 最说明什么 第一 他们只是想 戒酒生事 而且他们戒酒生事的前提都是 他们知道谁可以惹 谁不好惹 他们知道文明人呢 你是可以踩在人家头上去撒尿的 人家不会跟你计较 但我又发现这是很多战狼粉红的通病 对吧 他到了自由的国度 他就知道利用自由国度的啊 这些自由 然后利用别人的文明去践踏人家的制度 去 他觉得冒犯人家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只有这些跟他一样的 只有这些满身 纹身的黑人八家九 他才不敢去惹人家 然后还假于一起撑凶到底 然后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他们有一种心理就是 他们知道自己融入不进去 他们也懒得去融入 他们也懒得去 他们也不想去了解人家的民主自由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想强行融入 他也融入不了 他也不想努力去融入 还有呢 我就不停地套他话嘛 我就说 那为什么就是 如果可能你努力去融入他们的话 可能你留下来 将来路也好走一点 他跟我说了实话 他就说 我干嘛要去融入他们 他说 因为反正我们也留也留不下来啊 这些所有的这些就业机会 这些签证 是很难排到我们的 学校也不是太好 自己也不是多么突出 反正也留不下来 那还不如就在那过几年逍遥的日子 我就说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 这种 就是中国人啊 到了海外 依然这么就是又自卑 就是又自尊 又自卑的这种表现 他不是现在才有的 因为华人移民到西方 那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最早就是从这个北京条约开始嘛 对吧 就是开放华工出国 最早是苦力出去嘛 后来慢慢的在那落地生根 然后再后来慢慢就是 华人的商人过去 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改呢 那么起初是怎么回事呢 就先给大家看几张图 就这个 就是1900年左右 美国的这些华人家庭的妇女 怎么样 看 还缠小脚 当时 而且他们觉得 这样只有缠小脚 才能体现他们的文化优越 他们的文明 就是到了西方 他们也就是融入不进去 也不屑融入 他们就觉得 你们的女人全面一个个大脚 这是第一端文化 第一端文明 而且啊 然后当时 而且最早去的时候 那个西方人还很好奇嘛 怎么你们还要缠小脚 当时还有 我记得还有一个中国模特 就是大概更早一点 19世纪中去的美国 然后很多 这个什么展览会啊 博物馆啊 还把他请过去 把他展览他的小脚 让他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小脚怎么走路的 而且当时这些移民家庭啊 他已经告别了苦力的身份 就说明他已经在那 起码扎根了 这个几十上百年吧 然后他们还是 女人要残足 男人要留辫子 他觉得 这个我们才是中国人啊 这个代表了我们 对我们的皇上啊 的一种尊重 我们的啊 满清的皇族文化 在这里一个体现 然后 然后 而且不仅是你说 那你要说这些 啊底层的这些生意人啊 或者是苦力二三代啊 这样也就算了 那是不是知识人 呃会更加清醒一点呢 那我跟你说 并没有 知识人也没有 呃 我这找到一个 就是百年前的这个 呃 留美的华人学生 他们到了国外啊 他们到了美国啊 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批判西方文化 嗯 然后 当时1904年 有一本书啊 叫 用中国人的眼光 看我们 里面啊 就记载了一个 华人留学生 他写给老家的信中 啊 怎么样批判美国人的 那句话叫什么呢 就说 有太多的美国妇女问我 为什么中国女性要残足 他们说 这种漏习啊 将影响 一个民族的发展 但是呢 我觉得 他们是一群 用最野蛮的方式 绑住腰的美国妇女 去喊着中国人残足 有多可怕 也是蛮奇怪的 在美国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就改变 而且上流阶级的妇女 只能跟从盲目的追随 让人觉得非常荒谬 而且这些时尚 从巴黎或者其他城市冒出来 被书报杂志刊单为标准 没有一个妇女敢忽略这些样式 当然我觉得他说的也 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就是女性喜欢 那个素腰嘛 当时 但前提是 这个素腰 它并不是要病态的去改变一个 改变一个女性的这个 生长方式吧 他并没有说从小就要 素腰或者是 把你内骨变得多小吧 它更多的 它是一种 大家觉得这是时尚 并不是说 一个由上而下的 一个皇权 要求你女性必须这样 而是 也不是一个文化 要求你这样 而是它的时尚 它至少是女性 哪怕它认知怎么样也好 它至少是一个自由选择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种批判也蛮奇怪的 但是呢 你如果回到百年前去看的话 其实有很多这种 到了美国啊 或者到了澳洲啊 去批判人家的 还有我看这些留学生的文章 说批判那些人 啊怎么竟然用刀叉 刀叉不是应该用刀叉吃牛肉 只有在杀牛的时候才用刀啊 怎么吃的时候还要用刀 说明你们野蛮 然后呢 还有就说啊 这些外国人怎么都长得 长得这么难看 怎么皮肤这么白 一看就是那个 不正常从猿猴变过来的 等等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 即使两百多年过去了 这些人 他依然没有变呢 就是骨子里还是那种 到了美国 他依然眷恋着 这个辫子和小脚啊 依然对这个有优越感 或者现在呢 当然是社会主义优越感 他东升西降了 然后呢又觉得人家 外国人成天游行啊 校里低下 当然还有一个 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因为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留学断工潮 他都是在这种伪中产的家庭 那么然后呢 也是可能不那么好的学校 那么有的人就会说 那那些如果在好的学校里上学的 然后家庭条件也特别好的 或者是他就是权贵阶层 那么他到了国外 他也有留下来的可能 那他会不会改变他的观念 他的立场他的价值观呢 这就更难说了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之前我在乱世家人里面采访过 一个我非常佩服的一个政治学学者 赵斯乐 他现在就在这个加州大学 学这个政治学 这个政治学在整个美国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里面 非常好的专业 然后呢 当然这个赵女士啊 她本身也是属于算异议知识分子了 所以不受中共欢迎的这样一个学者 然后呢 他刚刚进入这个系里面的时候 就有很多关于他的留言 或者是说很多人就流传 就是说要离这个赵女士要远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中国不喜欢的人 或者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反动分子 你在国外能听到反动分子 这个词也是蛮惊讶的 我当时我就 我听到这个评价我就很奇怪 我就说 你们都是全美排名靠前的这个政治学专业 就而且他们这些学生还都是硕士 政治学硕士这些中国学生 他们难道 他们学政治学的学到哪儿去了 他们为什么竟然都还觉得一个反动分子是不可原谅的 就是一个对中共极权持有批判态度的人 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被容纳的 他们学的政治学 难道你难道美国学的都还是这个社会主义政治学吗 也不是啊 为什么还那么排斥他呢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首先啊 像文科 就是你在国外学政治学 可能你回国的话 没有办法什么拿到 没有办法找到那种很普世性的工作 然后你要说在国内什么 当公务员啊 他也没什么优势 对吧 那一般学政治学的 那就是可能就是个兴趣 或者是有他更有 他有更加特别的途径 那么就这样的家庭啊 他一般他那他就可能是红三红四代 也有可能他家里就是权贵阶层 他学这东西的 这东西就是就是有用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样 他其实是中国的体制里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呢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所以这么看了一通下来 你就会发现 你真要说这里面有多少人 他一定是拿了钱 就是你这样说这里面 就是在海外每次有什么游戏 我们就看到那些中国人去游行 去示威 去借着人家的言论自由 去反人家的自由价值的 这些中国人 你说他中间有多少是五毛呢 就是真的是拿了钱的呢 我觉得啊 他们要真的都拿了钱 我还高看他们一点 就是他们至少知道 这就是一个工作 那拿钱办事嘛 但是呢 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我说的这几种人 就他也没有拿钱 他就从心里 就是这种自卑和自尊交织 他就是要展示这个优越感 还有就是他知道自己融不进 融不进了我就不融入了 那我就要让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厉害 就是属于这种 还有呢 当然就是这种特权阶级 所以呢就是上次 所以呢就是上次有一个网 所以呢上次就是有一个网红 以前也在台湾待过 叫乐乐法力 蔡英文访美的时候 他就混到那个中国游行队伍那边 去问他们你们在哪里拿钱 很多人就说我们没有拿钱 有可能他们真的没有拿钱 然后所以当时你看国内好多小粉红啊 就在那发视频就在嘲笑乐的法力 就是他就是什么有反动美国人去 去套话 说大家说别人这个中国的爱国者 有没有拿钱 结果人家说没有拿钱 然后这个外国网红被打脸了 其实我觉得没有打脸 我觉得这反而反映了最真实的 这种海外集权思想 这种海外粉红 海外战狼的真实的行径 他们就不需要钱啊 他们有可能不需要钱 尤其是那些特权姐姐 他哪里需要这种钱 他就真的是 在绵延这么两百多年的 这种自卑和自尊的交织 也说明啊 就是这一帮人 两百多年了还没有长进 也说明了 这么两百多年了 虽然换了一个政权 但骨子里还是黄权 培养出来的还是黄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